那所以人生的无常 我们在学佛的时候 就已经体会到了 但是无常来的时候 那种痛苦还是很难去面对的 其实这个担心 应该是 应该是 我很害怕它是有无止境的担心 那我也不能够改变这个事实 我 我只是希望 你好好保重自己 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好的老公 我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老公 我让他很担心 那 这个也不是你愿意的嘛 没办法 对 那我只希望跟他讲 你要放下 真的 你要放轻松啊 因为老天会眷顾我的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人间新灯点亮生命的每一天 潘大哥在后来在面对整个疾病的煎熬的时候呢 先是主动脉剥离 然后后来呢 癌症 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之中呢 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人的在面对疾病的时候 生命意志力的坚强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不但潘大哥呢 自己也学习到了很多在对抗病魔的过程里面 他如何的去面对这个病痛 对于他的家人 潘邦的另一半 王志强来说 以及医生来讲 那一段过程 他们又是如何走过来的 我们今天继续来聆听 潘邦的另一半 王志强 还有嘉义长根医院外科部部长 陈志硕医师 来告诉我们这一段故事 志强你好 你好 陈部长你好 你好 这个完全是一个意外 好像就是潘大哥在 2001年的时候是不是 是在马来西亚还是在 在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 做秀 对 对不对 在浴室先摔倒 当时是 已经是 因为对 没错 潘大哥其实也没有退出歌坛了 但是对于 新马的这一代的 观众朋友来讲 因为向来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歌迷 在那边 因为从以前就很红 所以那一次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出 在马来西亚 其实他也算是 因为好多年都没有去表演过了 所以他那个演出是一个 是一个养老院募款的演出 所以他去了 可是在浴室里面他摔了胶 然后 对演出结束之后 还没有 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开始就摔胶 可是因为他痛得很痛 可是为了要演出 他还是撑了整个晚上去表演 那当然那个表演的过程 他常常在讲这段故事 像潘岳云都知道 因为他等于说进出医院 好多次 最后呢还是打了好多 好多的那个止痛针 让他可以站上舞台去表演 所以当时的痛是觉得说摔跤的痛 不知道 不明原因 不明原因的剧痛 反正他只是想要赶快回到舞台上去唱歌 所以呢就就到处转院 到处打止痛针 让他就是能够撑过那个演唱 然后就第二天 然后就飞到新加坡 然后新加坡再到台北 大概整个是半个 差不多20多天 三个多礼拜的时间 才找出是主动脉剥离的这个症状 这很危险 这段过程当中非常危险 他自己不知道 主动脉剥离 其实对绝大多数的病例来讲 其实是致命的 对不对 急诊刀 而且 说是急诊刀 对不对 而且是绝对急诊刀 而且很多的这个朋友呢 我相信你一定也不是很理解 就是到底为什么 会主动脉剥离 他事前的时候 好像是没有任何征兆的 是不是 通常没有征兆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一旦发生的时候 就是背痛 或是全身不舒服 然后休克 大概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其实陈部长 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因为主动脉剥离的时候呢 心脏主动脉嘛 他因为他那个位置呢 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以为会是背痛 对 就觉得我背很痛 或者是说呢 我是不是什么 哪里什么胃痛 对 还是哪里痛 对不对 因为一般人不会想到说 我是主动脉剥离 心脏的那个主动脉剥离 不会讲到这个 所以常常都对 常常都不对症就下药了 是不是 可能就自己会吃了止痛药或什么 或是像潘大哥一样 不是自己吃了 他回到台北急诊 台北救援的时候 不是看医生的时候 也有被诊断过胃溃疡 是不是 开了胃药 对不对 也有被诊断过 是跌打 就是去跌打损伤的地方 因为背痛嘛 去按摩 所以各种 就是没有查出是主动脉剥离呢 28天 所以其实也是很命大的耶 对不对 而且主动被剥离手术 其实死亡率还挺高的 就是这个病的本身 大家不明就里 第二个就算是 诊断出来开刀了之后 平安的出手术房的也不多 有时候如果剥离到肾脏的血管 甚至于肾脏也会衰竭掉 这么危险 那是2001年 他们有开刀 然后后来呢 后来是谁诊断出来说 他是主动卖剥离 因为照了 那时候周美医还在 周美医 周美医 美医那时候还有癌症 然后呢 潘安邦我们去看他 他就觉得潘安邦 潘安的气色不好 就介绍他的医生 他的医生呢 就给他去做电脑断层 才知道的 所以要经过电脑断层 才知道有主动卖剥离 所以当天就到台大去挂急诊 然后是急忙的降血压 那降血压之后 观察期大概三天 然后他就 他就 他就不经过 不用经过开刀 他就让他慢慢的 就慢慢 不能说是好吧 就是平安度过那一次 还可以不开刀的啊 他那次没开刀 那是第一次嘛 第一次就让他血压降下来 观察 也可以 对 要看他剥离的程度 观察 好 然后这是 不能坐飞机 不能就是不能做任何的 就是要让他能够 在很安全的环境下 让他不会被主动卖剥离 带走他的生命 所以他就必须很静养 好一阵子 您那个时候在台湾吗 我在台湾 我在台大 我也陪他 不是不是 我说2001年的时候 潘大哥在马来西亚出了这个状况 对 我在美国 对不对 然后呢 28天他就每天打电话来说 这个痛那个痛 今天去看了跌打损伤的 今天又去看了内科 今天又看了胃科 又拿了胃药 今天又到台北道场来礼佛 然后他就觉得礼佛完呢 他就觉得特别身体舒服 他就每天在找 为什么他会那么的痛 所以您直到什么时候 觉得状况实在是不行 你飞回来了 不是 直到他打电话给我 台大进急诊了 他说赶快回来 就是知道是主动卖剥离的时候 因为台大进急诊 是因为主动卖剥离 所以进去的时候 他打电话给我 让我赶快回来 那你接到电话的时候 不是一整个吓坏了吗 他吓我好几次 为什么是好几次呢 2001年这是第一次嘛 对 我是说第一次 我说第一次的时候 那不是吓坏了吗 吓坏了 每一次都吓坏了 那那个时候 2001年就是11年前 2001年的10月 10月 所以那个时候小孩子才 今年是2013嘛 那12年前 所以小孩子才14岁的时候 怎么办呢 就把他放在那边 对 我还好我娘家都在美国啊 所以你一个人赶着 一个人赶快飞回来 对 然后飞回来之后 静养 对不对 对 静养 要多静 就是整个是没有办法 是只能够尽量在床上休息 就是尽量 我觉得主要是 你就不要做太激烈的运动 所以他以前喜欢举重啊 喜欢游泳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真的假的 潘大哥做的运动这么的 对 非常激烈 这么的激烈 然后连爬楼梯都不行 那时候连爬个 有点小山坡都不可以 因为就是担心了 其实有没有不可以不知道 我觉得都是看人的运气了 那次他是命大了 那静养了多久 就一直就没有再回美国 到2003年 那也表示说 所有原来正在进行的商演 全部停止 通通都要喊停 对 全部停止 那这对于潘大哥来说 不是一件打击很大的事情吗 对不对 好不容易又 这个 开始想要唱了 开心地唱 那怎么办 怎么做调试呢 我觉得他我不知道耶 我觉得他常常把自己 有他自己一套方式吧 然后他不会把 他不会把压力给我们 他也不会把他的沮丧给我们 他会 他 我觉得他自己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过的 可是我就是陪伴了 对我来说我能做 我就是陪伴他 说不定这是他最好的鼓励吧 对 那您怎么陪伴呢 比如说他每天 他不能够去演出 然后也没有办法回美国嘛 因为不能坐飞机嘛 然后也没有办法 在那边做生意 你们两个人过日子就每天 就是出去走走路啊 对不对 然后呢他喜欢看书啊 然后我们做功课啊 念经啊 做一些静态的 可以的 两年 差不多 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可是这当中他其实一直不断地在 在电话 在联络 他其实这个个性就是 不会让自己完全休息的 随时都是在电话上面 还有做新专辑的计划 2003年他出了第一张 复车的新专辑 所以这两年当中他没有 他也是没有停下来的 在工作上面 就是没有做动态的 没有做动态的表演 可是还是在做一些 幕后的一些工作 对 筹划工作啊 所以那两年都没有惹他生气 让他说好 对 我说我最近这两年 也没惹他生气 我把他我都供着了 供着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等一下再回来 来了解一下潘大哥那时候 如何去面对疾病 一直不断地来去挑战他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我只是觉得 再捡回来这条命 要珍惜他 要利用他 要好好的利用他 而且每天都要开开心心地过 那如果说有什么不放心 就是说 太太还年轻 孩子还小 有一点点放不下 可是真的无常来的话 我想还是要放下 还是要潇洒地离开 所以我觉得生前要做好准备 走的时候不要有挂爱 这个是我后来自己的体会 所以志强在2001年 然后潘大哥第一次主动卖剥离 然后发生这么大的一个身体的状况之后 你在台湾陪他 然后就陪了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你必须要回去美国嘛 因为有生意在那里 最重要的是有孩子在 孩子还在读书 然后在接下来之后的第二次的 2007年在新加坡 就那次就真的就是 那次在电台访问当中 就突然主动卖剥离的征兆出来了 痛到不行 马上到对面的医院急诊 可是当场必须开刀 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 没有时间再飞回台湾来处理 所以那年他开了刀了 所以他是进了手术房 开了刀 出来以后才打电话给你 因为那么紧急嘛 有可能来得及通知嘛 像他进手术房前的时候 有通知你 他进手术房的通知我的时候 是告诉我 他在新加坡还有 要延期几天回台北 要谈事情 他还没有跟我讲 他要进手术房 他也怕你担心 我不知道 他大概没有时间打电话吧 有 他有时间 他在手术房之前 就先打电话给我了 你为什么 他没有告诉我 他要进手术房 你现在看起来表情 还有点生气呢 非常神奇 因为包括这一次2011年 等一下我们先讲2011年 就是说你生气的 你生气的理由是 因为你觉得他 他太体贴了 他怕你担心 可是他应该要让你知道 他应该要让我知道 否则你会更担心 对不对 因为那样子的知道 都是从 那次是怎么知道 是从新闻媒体知道的 这样子太震撼了吧 可是很多人这样 我觉得很多人会是这样 就是说特别是很体贴家人的人 是这样子吗 其实我真的觉得 这个是要告诉大家 这样做是不对的 不对的 这样做不对的 而且因为 我会不开心是因为 我应该要参与的 我应该陪伴他走那个过程 可是他是说他那时候 医生给他是95%的手术成功的几率 所以他觉得说要好了再告诉我 他觉得这个手术一定成功的 所以你后来是从媒体知道的 是因为他在新加坡医院 开刀的时候 新加坡的人 可能是医院的人看到他 就是医院人走漏 走漏出来的新闻 所以新加坡的媒体就先出来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在网上看到新闻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就应该飞奔去新加坡 对啊 没错啊 你有在打电话给他吗 我当场没跟他讲 我就直接回来 我直接到新加坡 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反正呢 我就先飞了再说 然后到了 然后到那边呢 他也吓到了 我竟然飞过去了 你后来怎么找到医院呢 问媒体吗 不是 我想想看怎么找到 好像 对对 新闻上面 是有写在新加坡哪一家医院 他看到 潘大哥看到您出现应该是 泪流满面 因为他也 他也被他自己吓到了 泪流满面 看到菩萨降临 菩萨 我觉得他也 我觉得他也被他自己吓到了 我觉得他被他自己吓到了 然后看到你 不顾一切的飞去 他是很感动的 可是真的有很多 像父母啊 或什么的 害怕小孩子担心 然后有状况呢 都不讲 然后有很多的 配偶也好 或者是 就是怕 就是因为怕对方担心 想说我没事了 我自然会告诉你 可是这真的是更大的担心 不是吗 陈医师 也许啦 可是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潘大哥 他本身是一个有情有义的 血腥的男子嘛 那他会做这种决定 我想是 你也都不意外 我不意外 我觉得他是怕他担心 他觉得说 他有90%的机会会好的话 然后就等他好了再跟他讲 因为那种的手术是 就是翻铜板 丢铜板一样 成功 不是成功就是 就是失败 对就这样的 就没有灰色地带的 对不对 所以 所以这是你第二次被吓到 被吓到 可是乃金我觉得 这样子做是不对的 你刚刚说了 虽然很多人这样子做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以为就是 潘大哥他一个人这样子 这样子会 不告诉自己的家人 不告诉我 我不知道别人是这样子 因为他在这次 2000 说我们现在到2000 11年他这次得癌症 他也选择没告诉我 所以他因为没有告诉我 所以他延误了 那前半年的黄金治疗时期 他到走都很后悔 没有早点告诉我 2007年的这个大手术之后 其实主动脉玻璃这个手术 就像陈部长讲的 他不但风险性很高 而且对于人的元气来讲 是很伤的 特别是这个潘大哥的父亲 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病史 所以其实我觉得 对潘大哥来讲 他可能在那段时间之中 他觉得他要比较注意到的是 自己的心血管 血压这方面的问题 是 因为家族上面来讲 家族并没有癌症病史吧 爸爸也有 爸爸也有啊 可是问题是 他一直不会认为 癌症会找上他 是因为2001年开刀的时候 新加坡那个医生 是完全做了核磁共振 他全身都检查过 没有癌细胞 2007年 2007年 对对对 2007年 他身上是绝对 而且那时候医生还说 你以后不会 就是说 因为他每年都要做核磁共振 所以要有什么事情 他马上就会显现出来 所以他都不觉得他会得到这个癌症 那后来是怎么发现有癌症的呢 后来是怎么样 是痛吗 还是 他疲累 疲惫 觉得很累 然后又做一个健康检查 然后才发现那个细胞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就马上到台北的医院 去做更详细的检查才知道的 什么叫做到台北的医院 你们不是在台湾 是不是住在台北吗 对我们住在台北 可是陈部长是从嘉义来的 对 就是说为什么会 什么叫做去台北的医院做检查 他是在哪里做检查 发现有异常 他在国泰做过检查 他在台大做过检查 可是就是 我们在这边的医疗的因缘不好 最后是在嘉义长跟我们舍近求远 到陈部长那边 由陈部长帮我们做了这一次很危险的开刀手术 我有点混乱的 就是说他先是在台北这边检查出来说 细胞有异常 对 有癌症 有癌症 已经确定有癌症了 那是因为医生提出来的 建议的医疗的方式 潘大哥还有您觉得不适合吗 那时候我不知道 那时候我都不知道 所以您在美国 都在美国不清楚 您在美国不清楚 所以那潘大哥是因为那个时候 医生的建议的方式 他不喜欢吗 陈部长您 是发生什么状况 对 那一段过程其实我也不会很清楚 对 我们找到 但是我大概知道的理解是说 大概 他之前是吃中药 那当然吃中药是因为 可能之前有一个他的朋友或是媒体 知道说有一个名人之后 他也是有肾脏癌拿掉了 然后后来因为中医师帮他照顾另外一个肾脏 上海吧 你是讲上海的一个秘密 台湾的吗 台湾 那帮他照顾得还不错 所以他就去找中医师去看那个调理 所以大概有拖了一段时间 拖了多久 半年 可是这段时间 为什么找中医师 台北的几个大医院不帮他开刀 因为风险太大 真的吗 那个位置风险很大吗 应该是这么讲 因为他其实发现的时候 其实是已经转移出去了 发现的时候就已经转移了 已经很多淋巴都有了 而且就在主动脉的附近都有了 那当然有危险 因为他本身有零青年又开过主动脉 你说他已经转移到心脏的动脉 主动脉那边 所以他以前开刀的部分也有 那当然很危险 可能 所以 所以人家不开刀是合理吗 所以两家医院都不愿意动 那我有点困惑就是说 好像说要动了刀之后 才能够进行化疗 是这样子吗 对 为什么 因为你主要的肿瘤没有拿干净的话 其实你化疗是没有用的 我们必须要把主要的部分拿掉 剩下的这些转移出去的 再用一些化疗的方式 对 所以拿得干净拿不干净 跟你后续化的效果会有差别 所以对于志强来讲 第一个潘大哥先是一开始没告诉您 对不对 那可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 其实就是已经转移的情况 没有 那时候是应该前半年 应该是零八 前半年 转移附近的零八 已经是转移到附近的零八 对 然后所以等到半年之后 找到您是因为是潘大哥的 哥哥的朋友是不是 应该就是潘大哥的 不是 家庭医师吗 不是 是 后来几个大运都不 不愿意动刀 对 然后他住在 然后他才告诉我 才告诉我他有得这个病 然后叫我回来是办后事的 因为等于说宣判他 没救了 所以说他的意思就很清楚 对 等于说没救了 因为没有办法帮你开刀 然后他那时候已经痛到不行 因为那个肾脏 全都是癌细胞了 已经痛到打马肺都不行 都很痛 所以他是回来 告知我是回来做办后事的 我一回来我吓坏了 你有把他骂一顿吗 我没有骂他 我马上处理 我马上拖人再找其他的医生 能够帮我开刀的医生 所以我就没有任命 就说你医生不帮我开刀 我就帮你办后事 我不肯 我就到处找人 结果就找到陈部长 我是经过一位 潘安邦的一个牙医好友 然后麻烦他 帮我们介绍医生 结果是他 这个牙医认识陈部长的哥哥 然后就介绍陈部长 然后呢 他一直称赞陈部长 这个技术很好 然后呢 让他来评估可不可以开刀 然后陈部长当时在台北 所以我马上把他的核资共证的那个报告 给陈部长评估 陈部长那时候是跟我说 不开可惜了 就是这一句话 我们好开心 因为半年来没有人敢帮他动刀 一直转一直恶化 然后他才寻求中药的 因为没人帮他开刀 他想要活呀 可是中药没想到更害了他 我觉得更加速 因为我觉得那个处理是不对的 可是他就是很后悔 那时候没有早点告诉我 那你怎么没问我 陈寿的压力 陈部长陈寿的压力 不过这就是 这是陈部长 你开刀风险很大 对不就是在这个部分 很多事现在想起来 不知道 只能够说缘分吗 还是怎么回事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等一下回来继续了 人生母产 人生母产 当人老了以后呢 病苦 死亡就要来了 对 所以我们要把握有限的生命 赶快去做一些 修正自己行为的工作 让自己将来的去处 能够更光芒更好 我们所有学佛的人 要把亲人的逝去 当作一件 当作一件 化悲痛为力量的事情 也就是说 亲人也许就是一个人间菩萨 是 他们其实是来度我们的 是 来成就我们的 真的 我们失去他的时候很痛苦 可是就在这种痛苦当中 我们想到催炼自己 对 所以我们觉得失去了以后 我们希望跟他在另外一个空间相见 所以陈医师 当您看到那个潘大哥的片子的时候 为什么您的研判 会跟其他的医生不一样 可能这样子 我讲一个故事好了 大概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我曾经帮一个女孩子开 也是类似这种的 癌症 那 当时 我记得很清楚 是因为那天是父亲节 所以 我也是很不容易把它开下来了 但是老实说 我大概我也是整个虚脱了 事后他先生跟我讲说 他 在开刀的 太太在开刀的 他在观想 所以他看到了 好像一个赵子龙下凡 所以他就觉得说 他太太应该是安全的 就你是赵子龙 结果我就看下来 对就您是赵子龙 对对对 所以我讲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 但是我只知道说 当时潘大哥的情况 虽然是08有在附近 那离那个也很接近 但是我觉得还有点距离 是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那因为你如果不开的话 其实以他的情况 大概五年的存活率不到13% 对 那如果开的话 那你去做很好的化疗的话 他可以延长他的寿命 所以当时就觉得说 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当然因为他是公众人物嘛 对我来讲 其实我可以一站功臣 也可以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而且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 因为前面有台大 还有国泰的医师 他们的判断 我觉得这个判断 对于医生同业来说 它也会是一种压力 对 您 所以 而且特别是医界 非常的有传统的 假设大家都是台大医学系的 这个传统 老师不动刀 你 可能 有一些 就是说 他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 一个考量 不同的 不同的医疗体系 大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在 对 所以这都是很多重的压力 那当然这牵涉到就是你医师的 判断 判断 全面的背景 还有你过去的经验 那 我只觉得说 我想 医师开不开到跟 配训跟医师之间的互动 关系很大 跟病人 那 如果 基本上 所以我当时我自己都跟你讲说 如果你相信我 我就帮你开 因为风险都有 但是我跟他说 我承受的风险比你还大 所以 如果你相信 我就把你尽量开 那 我的练习的背景 因为我本身有器官移植 所以我们时常在摘取器官的时候 是会动到那些大血管 所以 对我来讲 可能就比较 有比较信心一点 大概是这样子 觉得那个 就是技术上面来说 有很多的不一样的训练 跟单纯的 动刀的医生不太一样 对不对 真的 因为要做到器官 对 这个是 这个要技术很好的 而且 我觉得对病人来讲 对病人来说 永远 病人和病人的家属 永远都是 其实人在走到一个关口的时候 我也只能相信医生了 我觉得他是 连夜赶过来的嘛 对 就也只能相信医生了 马上 马上转院 马上就到嘉义去 马上就 陈部长帮我们开刀 潘安邦开完刀 马上就不痛了 因为我就说 就潘大哥来说 他在前面的时候 两家医院都告诉他 不能开 他能怎么办呢 他也当然是相信医生 所以他才会 又不敢告诉你 对 又希望不让你担心 所以他就另谋中药的东西 另类疗法去了 那因为你不放弃 所以找到了这个陈部长之后 其实就是交给医师 交给老天 其实就这样 交给对的医生 交给医师交给老天 对 因为 这个就是医生能够救的是病 医生能够救的呢 很多时候呢 他不是命 命这个东西 我觉得命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人的主观的意志 我想要他能够 我不放弃 他有时候他的机会会来 美金姐这样讲也没有错 因为其实我刚讲过说 如果他不开大概五年的存活率 大概十三个百分之 那事实上开完刀之后 其实他安邦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 对 一年半 事实上他在开完刀六个月 对 因为我在男性医学会 我办2012年的时候办年会嘛 三月的时候 三月的时候 男性医学会 全国的 再加一办 男性医学会 然后因为那时候安邦好像知道 我要办这个活动 所以他有答应我 一定要好起来 一定要好起来 那我也跟他讲说 你答应我 所以你要做到 不要好 所以他在三月的时候 还到我们的男性医学会 做表演 那个应该是安邦在台湾的 最后一场演唱会 最后一场演唱会 就陈部长一直鼓励他 你一定要好起来 你才能够再回到工作岗位上 再能够唱你喜欢唱的歌 所以他就先给他 我们的约会是2012年3月 你先来帮我唱一唱 对 所以开刀完 很努力地在恢复 他的身体 而且就我知道 他五月还去上海 又跑到南京 对 又去南京表演 个人演唱会 对 所以拖了 就是延长了一段时间 但是你讲的就是说 也不能说 那刚刚你讲的命 对 那到后面的时候 其实他是因为 化疗的那个感染 他不是癌症走的 是 我觉得这个 也让人觉得蛮意外的 化疗的感染 对不对 就是那个打药的那个 血管 人工血管的感染 人工血管的感染发烧 这个是很难 这个是很难避免的事情 因为化疗之后 免疫力会变差 然后再加上我知道 好像安邦情绪也不是 对 因为有一些 有一些 对 他可以 如果有更好的 休养环境的话 他可以更好 但是 因为他就很 有时候会感染 那感染到 你就必须要把他拿掉 那当时我记得 后来我刚好去 对 特别到 去林口上课的时候 我知道 安邦住了 我去看他 那其实那时候我是叫他说 这个东西要尽早拿掉 但是因为当时好像 因为血小板已经太低了 太低到 因为败血症 血小板太低了 所以我那时候建议他说 那你就血小板赶快输一输开 然后后来又拖了几天 一天 对 本来医师要开的 后来好像有拖到 拖了一天 就医生 就没有办法开 就因缘就 什么叫做拖了一天 医生就没办法开 可能后来血小板 又更厉害 就不能够在那个 这样的很厉害 就很 他那个变化很快速 超乎我们的 超乎我们愿意的 他那个变化 我们本来是 所以他这次住院 只住院三个礼拜 本来我们住院前 他是轻微发烧 我们说我们还要回 我们打了抗生素 消炎针 退烧了 我们就回家了 可是没有想那个感染 一个礼拜 马上就变化好大 因为我们已经 这中间过过好多次 病危的通知了 我们都一关一关过了 然后他12月份的时候 去年12月份的时候 最后一次造那个 合资共振 都好了嘛 对 都好了 而且人工血管 是可以不用了 就是不用再做化疗了 所以我们还很高兴呢 哇 这么好啊 是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我 而且他一直都是胖的 他没有受过 所以他在这个抗癌过程中 他我觉得 我们都很努力的在 在 在调养身体 他很严格 而且我觉得那段期间 其实搞不好是 潘大哥最幸福的时候 最幸福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等一下回来呢 继续听这个 志强还有陈部长呢 来谈潘大哥对抗疾病的过程 我想任何天底下 失去亲人的人 都舍不得对方走 那当然 走的人跟送的人都不舍得 可是人生就是这么的无奈 生老病死必须要发生 所以无常来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面对他 而且在这个无常当中 要生起智慧 是 对 要利用这个假的身体 去修真的我 这就是佛法 我一定是不乖 一定是坏 身受严正折磨的潘安邦 病态中写下种种不安 与恐惧的心境 手中留不住的岁月 留不住的健康 甚至是心爱的家人 感到无理常人 在离开与留下的自我结问间 他从转念 释怀 到放下 领悟以内在全身本质 终能穿越困境后 潘安邦 挣脱露体的病痛 以并一种更自由的形式 继续守护 与生之爱 部长为什么说那段时间是潘安邦最幸福的时候 在化疗在过去这个十多年来有什么日子能够让他们夫妻两个朝夕相处 应该是他他活着就是为了要陪我们 对他很努力的活 所以那段时间因为本来就已经是吃素了嘛 然后还做了什么样的其他的努力呢 就是说因为化疗不是都会掉头发或什么这类的吗 其实现在因为化疗其实很进步的 我想这个也是要给大家观念上的改变 其实现在化疗进步的很快 所以其实现在他头发没什么掉嘛 对三月份 我们是十月份开刀 然后开刀完马上去做化疗 到三月份的时候他还很好的可以去参加那个去表演啊 五月份我们还到南京到上海去表演 这化疗药是不足的 真的现在是不一样了 不会掉头发 可是因为他后来因为每一次 就是有变化几种越来越打越重的药 体力是差很多 那个反而是伤害他的体力是最大的副作用 化疗的药反而不是伤头发 因为到后来他是用比较传统的化疗药 那个就比较毒性比较强 可是志强会觉得说 以为开完刀了或什么的 应该是潘大哥最后一次吓你了对不对 我没有那么乐观 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我完全就是明天要做什么 今天当下要做什么 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处理 我没有往前没有想太远 我只想解决当下的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儿子也回到台湾来了 都在台湾 我们都在陪伴他 那我是完全负责照顾他了 然后24小时 其实我倒很想问你 那个时候我一直暗示你 叫潘大哥不要那么累 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规划一下自己的人生 你听得出我的意思吗 听不出 因为我知道我们会过得很好 而且事实上他也 我听不出 他也实在是那段时间做了很多他想做的事啊 是啊 对 而且您知道这个事实上在这个人间新灯这边这个节目 其实一直在等着潘大哥回来 有 我知道他 回来主持 对 他也常常在看重播 后来看到乃金在主持 他也很关心 所以他也一直 就是说大家其实都是满带着祝福的 相信说潘大哥是可以 我也是这样子认为的 可以度过 可以度过这个这么大的战汉关卡 最大我必须要补充一下 因为当初潘大哥有跟我说 等他出院好了 他要亲自采访我 对 他要亲自采访我 对 他对他的承诺 他对陈部长的承诺 因为陈部长一述好 一德好 真的太厉害了 否则我们不会舍近求远 从台北 特别到嘉义去 去就是让陈部长开刀 台语有一句话嘛 先行言备能好 所以我觉得缘分了 因缘在那里 对 而且很好啊 虽然说 虽然说走的是 在这个志祥来讲 就是快了一些 可是他也的确 这个旅行的承诺 的确是在去唱歌啦 好好的 去唱歌就表演 所以就是医疗嘛 过程里面 难免都会有一些 不那么 不那么尽如人意的地方 因为医生可以做的 跟病人的期待 他永远都是会有一个落差的 谁不希望 谁不希望这么 这么这样治疗下去 大家都能够 都能够长命百岁嘛 其实我常讲 医师也是人 我不是神 我只能做人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做神的事情 所以我只能尽我的能力 做我最好的东西 大概是这样 其他就交给上帝 是啊 就是陈医师 已经做到很好的 有 志祥也要告诉自己 就是真的如果没有你 其实你那时候 在2011年的时候 你回来 你回来的话 可能就真的是 像潘大哥所说的了 要处理的 就是很快那时候 就要面对一切的 后世的安排了 的确是 对不对 对 我要谢谢陈部长 那时候让我们 让 我不能说多活 因为我觉得他可以活更久 如果没有这次的 败学的疏失 那不过谢谢陈部长 延长他的生命 让他这最后一年半 都能够 做到他想要做的事情 他能处理他想要处理的事情 给他一段 还蛮充裕的时间 去满足他 很多他以前 没做过的事情的愿望 你要谢谢你自己 如果不是说你那时候 2011年的时候 你不放弃 我不放弃 对 如果你不是 你不放弃的话 你们就没有 后面的那段时间 大家可以家人相聚在一起 这么朝夕相处的时间 所以当时是你 你决定来加一场 还是潘大哥 我决定就是他决定 你们这个公安 到现在才知道 对啊 你要谢谢你自己 给你自己 因为你的坚持 所以你们可以有这么 这一段时间 其实我觉得潘大哥 潘大哥是一个蛮 求生意志蛮强的男人 而且我觉得他配合都很好 非常 其实我感觉到 他对我也很非常的信任 所以我手术完 其实有一段时间 要开始化疗 我曾经也想赶你们 回美国去做化疗 为什么 那个原因是这样 难怪你一直问 因为我们的医疗保险 在美国 那时候美国还愿意 拍飞机来接我们 我们美国的医疗保险 要拍飞机 你们保费这么高 对 有跟陈部长 有跟我联络 有跟陈部长联络 陈部长说 你要坐飞机回美国吗 为什么你会做这样的建议 台湾的医疗不是各方面都已经水准很好吗 话是没错了 但是有些人总是会觉得 也许他会觉得说美国会不会更好吗 那我只是说给他一个选择嘛 可以有不同选择 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潘大哥 就是把他自己交给陈部长了 所以这个是很十足十的信赖 您还做了这样子的医疗建议 不过其实现在 这个来看这件事情的话 可能志祥会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说 第一个碰到这种情形呢 真的不要蛮家人 大家一起来面对 大家一起来面对 因为如果早一点说 可能遗憾少一些 那当然后面都处理得很圆满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就医疗上的事情 真的我觉得陈部长讲得很对 就是说不管是医生员也好 或者是各种的状况也好 其实魏征医师也曾经告诉过我一句话 我们大家都很想问说 为什么会得这个病 为什么我这么的 我平生没做亏心事 我对人这么好或什么的 为什么会得这个病 其实你不用问那个病怎么来的 就是去治疗他 然后病人的意志力很重要 对 家人的陪伴很重要 家人陪伴很重要 太重要了 你儿子也在那最后一段时间 突然发现一个不一样的爸爸吧 会不会 不一样的爸爸 应该是 那个爸爸非常的疼他 本来就很疼吧 本来就很疼 可是因为他 他那时候重心在工作 所以会比较疏于互动 可那时候就会黏着他的儿子 然后就儿子来讲的话 他早就知道爸爸是一个这么红的歌手了 对不对 可是可以在人生的一个很珍贵的一个时刻 因为其实对于潘大哥来说 病人是最脆弱的 你可能以前看到的都是 哇 有苦都不说的潘安邦 可是他也就在那个时刻 他所有的痛只有你知道 只有我知道 对不对 只有那个时候 其实两个人的情感 就是最密合的时刻 对啊 他不痛了 我痛了 所以你也不能痛 他不痛了 所以你也不要痛 他才会觉得是真正的放下 对 对啊 志祥真的谢谢你 谢谢 而且也谢谢陈部长 没有认为应该 对 然后我们用 其实再多的集数 我觉得也说不完那个故事 可是我们希望用这些故事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特别是像志祥 还有这个潘公子 他叫什么名字啊 Jason Jason 中文名字呢 潘维志 对 维志 希望我一直知道 大家都这么地爱 这个潘娜哥 一定也要爱自己 好会 大家才会觉得 是一个 这才是一个最棒的想念 是 谢谢志祥 谢谢陈部长 谢谢 谢谢 眼睛一闭 看到的你 就是那个从阳光中 走进我生命的 27岁大男孩 你每天都期待 融入大自然 用镜头捕捉 每一刹那的变化 而我在旁边 欣赏你的全新投入 但凡夫的我们 能抓得住什么吗 我们能停留在哪一段呢 从大自然里 可找到我们的本心吗 你很专注地拍我的背影 而且每一次去都要拍 背影可以让你留下些什么 记忆些什么 储存些什么吗 是无限 无限吗 你说要赶快好起来 要换你来照顾我 从一开始 你就如此沉默 其实 你从没让我失望过 你本就是一棵大树 不只让我能受辟影 你更想辟影好多人 生命的过程里 辛劳 是如此之多 身体也难以住在 那就把心境 请去大自然 你为儿子的出现 开始发育吃素 我好惊讶 这么年轻的你 怎么对生 和死 就有了想法 我不懂你 因为我也年轻 今天我才懂了 你说 走的时候 一定要我抱着你 在我怀中 你会很安心 可是原来你 是要让我不孤单 因为 师父说 你早就把自己安排好了 这一起的生命 你就可以去到 你发愿的净土 你 选在最好的时间 最漂亮的走 一切 如你所愿 甚至 超过你期待的 星期二 三 四 五 病房里 急得慢慢地 来自四面八方 关心你的师父 为你加油 你真的做到了 一行不乱 尽念阿弥陀佛圣好 大家都好在乎 谢谢许多师父们 帮忙稳住你的正念 而林口长根医院 有一份深厚的善缘 无论是空间 时间 皆居足庄严 让师父们 为你祝念八个小时 安稳无碍 慈悲的师父们 又持续佛号不断 二十四小时 也费尽心思 让我不受干扰的 为你祝念 一路陪伴 舍不得 你在承受海洞之痛 我不冰藏你 放了好多 你最爱婚的檀香陪你 这么多人成就你 那是你这辈子 努力的成绩 原来 当年那么年轻的你 就懂得为今天的你 做种种无相布施 结善缘 留下精彩的生命故事 老婆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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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到了吗 这句话 现在说出来了 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你要记在心上 虽然我不在身边 老婆 你要自己好好地保重 知道在远方的我 每天都在想你 然后希望老天爷 对待你好一点 把你弄得好好的 老婆 我唱歌给你听 然后我跟你说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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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铃它在歌唱 风铃它在飞扬 风铃它不停唱 好想说出心里话 有喜悦在心中激荡 如果没有风铃它也不会想 只好在角落里躲藏 如果没有你我也只好去流浪 在茫茫人海中飘荡 风铃它在歌唱 风铃它在飞扬 风铃它不停唱 好想说出心里话 有喜悦在心中激荡 风铃它不停唱 风铃它不停唱 风铃它不停唱